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最近天气热 大家火气都比较大 就来看到了台中的港 台中港货柜码头发生了泄斗事件 有两个货柜车司机啊 为了领货柜插队问题是大打出手 一度还冲到车上拿铁棍来攻击 一旁的人想劝架 但是拉都拉不开 那么其中一人还被打到 头破血流的送医 就有其他司机把两个人互握的画面 PO上网 认为只是因为插队纠纷 实在没必要大打出手 画面中有人大叫一声 就看到前面有人在打架 货柜车司机立刻下车跑过去劝架 但两人你一拳我一脚 谁也不肯停手 靠要传给C 两人先是徒手护 接着其中一人冲上车拿出铁棍 往对方身上猛K 眼看情况越来越危险 三四个驾驶赶紧过来自止 但两人还是不肯罢手 在地上扭打成一团 因为插队 现在在骑增值 他们所发生的误会 是因为货柜车司机 在排队的过程中 所引发的冲突 中午11点多 气温正热 常常一整排货柜车 等着领货柜 一次有人不耐久后 托板车司机插队 引起货柜车司机不满 两人下车理论 一言不合互殴 全程都被后头的货柜司机 拍下PO上网 记者中部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